三年疫情總算熬過 正當各行以為迎來復甦 復甦卻不似預期 受影響不單止各行業 還有依賴善心人捐款的動物收容所 近月不少收容所都在社交平台發出告急呼籲 有機構經費跌至谷底 有些物資短缺 情況嚴重是過往罕見 去年開始越來越差 醫療費甚至租金 這兩個月都在籌 前年我們都不會擔心基本的開支 例如租金、水電等 是不夠的 但我們竟然只剩下幾千元 整個戶口只剩下幾千元 水電什麼都未交 我們還欠產所百多二百萬 其實很緊張 經費十分緊張 一直依賴捐款維持運作 疫情可以捱得過 為什麼現時情況反而更差呢 疫情開始有點不太好 但就沒有現在這麼恐怖 那時候我們真是 這一兩年我們跌到只有四位 四位數字 原因很多人移民 有些就要預備移民 預備移民要錢 那你就不能亂花錢 其實這些是一個社會的問題 引致到連帶 令到我們有問題 有些份工肌保不住 都要留些種的 不就是吃風 所以其實社會整個氣候 引致到整體的捐款是少了 還有有些人覺得 好像復興了旅行 因為便宜了 那些人拿錢去旅行 那又沒有了 這個是連帶的關係 減輕了在捐款上面 其實很普遍的現象 連大會現在都說要告急 所以你想想我這輩子 真的可以接得 真的很慘 經費不足 醫療服務也要削減 其實都無分不了 因為真的沒有錢 其實我們一直 診所已經很好 已經被我們拖拖拖拖拖 本身每個月都還得到一些 但是慢慢 我們已經基本都不夠 沒得還你 但是他們都很忍著手 讓我們繼續看 繼續爭下去 但是爭爭一下 越大越大了 真的沒辦法了 所以唯有大家商議過 都是要暫停收外 牆裡面也有些是長期病患 定期要去看醫生 要去覆診 我們上個月已經 有些是沒有辦法覆診 診所打給我們說要覆診 但是我們都沒有錢 沙律馬經營的動物收容所 貓、狗加起來大約200隻 還有11隻牛 每個月牆內燈油火納 加上糧食的開支 絕對不是小數目 基本支出 加上一個月 最少十萬至十五萬 才叫做勉強 我們的情況十分之惡劣 剛剛才有人捐一些糧給我們 都捱了一點 可能一兩星期 一天的份量 要吃的是大約五六包 即是說這裡只是一天 你想想要有幾天 是不多的 沒有幾天 我一天要五六包 所以其實量很大 沙律馬十一月 在社交平台發出告急呼籲 但是所籌到的款項 已經幾乎用光 他承認告急也不是長遠辦法 最希望每月有穩定捐款 但是所遇到的困難不少 告急是一個很突發性的一次幫忙 但是你不可以經常告急 是幫到手的 但是我們都在想辦法去自救 因為我們都不可以經常坐在椅在椅 最近才開始的一個助養 助養是每個月的 每個月都要捐一些出來 但是不多 我們還在溫暖 因為很多被銀行的系統 都不是我們控制 搞開放日 讓多些不認識我們的人 進來看看 希望他們又幫忙散出去 幫忙籌一下錢 我有聽過一些基金 但是他們要求比較高 就是門檻比較高 其實我們這些又沒有錢請人 靠義工的 就是你要在PayPal Work上面 那麼多東西 我們真的很難 社會對動物權益 越來越重視 但是政府對這些動物收容所的營運 就未見施以援手 政府本身沒有在它的思維上面 或者在它的政策上面 它沒有想著怎樣去照顧一些流浪動物 育戶處可能有四間動物管理中心 另外也會有些大型的動物團體 例如外協等等 都有它去做的 但是始終它的性質是有少少不同 例如育戶處那方面 其實他們去接收了一些流浪的動物 或者被遺棄等等 他們第一會視乎 他們沒有一個公開領養的活動 沒有得公開領養 如果是健康情況理想 他們會轉介給一些動物團體 如果都是一定日子 沒有人領養 或者健康狀況不理想 也可能人道毀滅 大型機構就會比較好些 第一 第一 有些認可的大型動物機構 其實政府也有跟他們 一些合作 甚至乎有一些資助給他們 政府是對動物的權益 在意識上進步了 但是在日程上 部分都是緩慢 過去我們都是促城政府 住戶處和一些動物團體 大家是定期去坐梯或者開會 溝通怎樣去做好去 例如在教育上面 或者是捕捉絕育放回 或者是一些打擊的非法反殖等 都是做些功夫的 接下來可能都會有些法例 即將可以推上日程 例如茶露虐待動物 或者是怎樣再去 在寵物店的發牌條件等等 都會做些功夫的